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就是美国这个非农就业数据 非常的强劲 那加息步伐会不会加速呢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就业市场 在7月份的一个数据 是异常的强劲 那上周五呢 美国公布了7月份的新增 非农就业数据 达到了52.8万人 大幅是好过市场的预期 市场就理解为 美国衰退的风险正在减轻 却同时呢 令到这个联储局 重手加息的预期升温 据估计9月份加息0.75离的 机会率呢 是升至了将近七成 那联储局加息步伐 会不会再次来告加快呢 梁总 我们昨天看到这个 这个美国的这个数据 相对来讲还是很意外的 因为之前整个市场 其实都在交易一个 美国衰退 经济衰退的预期 但是看到这个 这个就业数字还是 相对来讲 就是要重新审视一下 因为我们拆分了一下 它整个这个数据 是为什么这么强 你会看到 其实基本上都是分布在 这个服务领域里面 那基本上就是 你会看到整个在经济周期 相对来讲 比较高峰的时候 很多这个就业来自于 比如互联网 金融 这个相对来讲 就是跟这个经济正相关 非常这个 就是有这个景气度 很高的一些行业 那目前来讲 这些行业已经处于一个 比较饱和的状态 你会看到整个 跟空的岗位在减少 但是相比较来讲 目前也是因为 目前美国的一个疫情 再次起步 你会发现又有一波 这种 大家比如说 要么我就是确诊 要么的就是 我要照顾这些 确诊的家人 你会看到 其实有一些人 是选择薪资 这个自动在家 他也不会说是 这个属于失业 所以你会看到 用工市场相对来讲 还是很紧张的 但整个经济周期下来 从这个高景气的 这个互联网 进入这个领域 过渡下来 所有服务领域 比如说这个机场 比如说这个餐饮 比如说酒店 你会看到这一部分 这个用工需求 加上这个整个暑假 其实出行热情 还是蛮高的 你会看到这个 用工需求 其实是非常非常猛的 这可能是 还是给我们一个 这个提醒 就是美国 这个经济的韧性 还是非常强 就是从这个高景气的 这个金融互联网 这些相对来讲 输入比较高的一些 这个领域过渡下来 即便是它没有 更高的一个增速 但是整个这个收入 其实还是有 相当大的一个积累 就是老百姓 其实可支配收入 还是很高 所以大家还是要出去 这个正常的 这个吃饭 消费 出行 你会看到这个下游 它的一个带动性 对服务领域的 一个带动性 就是你会看到 现在其实在起步 所以我们相信 就是这个数据 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之前大家觉得 我们在20明年 2023年 四季度 有可能会看到 开始降息 那接下来可能 我们觉得这个时间 是不是应该往后延一下 就是美国衰退的 这个时间年 其实可能没有 大家想得那么快 那么加息呢 其实觉得下半年 我们还是相对谨慎的 就是大家也知道 现在美国是什么 最重要的 就是中期选举 所有的这个经济政策 基本上都是要为 这个中期选举 做服务的 所以如果你这个 加快加息的话 肯定对这个民主党 它现在的一个选情 是不利的 大概与它 其实中期选举 还是会输 所以这也是过去一段时间 我们看到这个民主党 一些这个重要的官员 这个篡访台湾 其实有很多 这个政治的因素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觉得美联储 它加快加息的概率 还是比较低的 所以整个 因为8月份会休息 9月份重新再开始的话 我们也觉得 不会像大家 就是从来到75 这么高的一个水平 所以目前来讲 对加息呢 相对来讲 还是这个 持以这个相对乐观的 一个态度 不会加得特别快 不会加得很快 那其实我们呢 之前都非常担心 这个美国的经济数据 会进入一个衰退 但是我们现在 还是看到这个 非农数据 是站在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比较强劲 然后我们还要再看一下 市场现在的一个焦点 还要看 星期三要公布的 这个CBI的一个数据了 那美国前财长呢 塞莫斯就警告出 这个CBI数字 一代是回落的话 反而会令到 这个联储局 有一个错判 以为这个通胀呢 已经是受控了 那如果来看到 美股的这个 三大指数的一个走势呢 美股您怎么看呢 目前来讲 我们这个美股 其实还是 没有大家想那么差 大家看一下这个 就是半年报的一个业绩 就是中报 其实你会看到 大部分这种企业呢 我觉得给交出的 这个成绩单都不错的 如果我们再反观一下 A股啊 其实大部分这个公司 我们都觉得业绩 是不及预期的 所以你们看得出来 我们还是处于一个 这个经济复苏的一个阶段 相对来讲比较艰难 所以美股的走势呢 我们觉得 其实最重要的 还是对加息的一个担忧 和这个经济衰退的 一个这个担忧啊 就是目前来讲 我们觉得 其实已经处于一个 缓和的状态 所以美股在 接下来一段时间 我们觉得 其实它的压力 相对是很小的 至少在前面 你们看到年初到现在 已经跌付这个 三四十很多股票 我觉得现在应该是 会有一个 这个缓解的一个阶段 总体的这个原则 还是说这个货币 其实货币对股市的影响 包括A股 港昂股 其实美股都是一样的 只要它现在加息 或者这个 紧缩的步伐在放慢 其实整个市场 就是能够缓起来 缓解起来 所以整个 接下来比如说 这个三季度 我们都目前判断 我觉得美股相对来讲 应该是一个难得的 一个蜜月期 虽然这个大涨 我们觉得概率比较低 但是像之前这种 就是跌幅很巨大的 这个情况 我们觉得概率是比较低的 那您对于这个加息的预期 其实是相对比较乐观一点点 但是如果我们来看 假如美国联储局 大幅加息的预期 如果有升温的话 美元会持续的一个走强 那将对这个港元 是带来一定的影响 那同时也会加大香港 一个加息的压力 那回到港股这边 像投资者怎么样来到 面对美元 美国或美国 大幅加息 对一个港元资本的一个影响了 其实过去几个周期 我们这个港元 其实就碰到这种临界点 其实已经几次了 但是你看到 其实因为整体来讲 香港还是处于一个 比较低息的环境 虽然今年我们是难得 看到这种最货利率 已经提了好几次了 但是大家对目前的一个生活 和这种日常经营的影响 还是比较小 我觉得目前来讲 我们香港可能相对来讲 处在一个这个市场里面 还是比较 我们说相对来讲 受到的波及很小 我觉得对股市最大的影响 还是来自于这个 就是美国 如果一旦加息的话 其实会有很多资金 从新市场流出 这个其实对我们影响 那香港作为新市场的一个 就是亚太的一个龙头吧 我们觉得其实人 在过一段时间 都变成一个提款机的 所以如果这边加息的提速的话 其实港股肯定没有好日子过 不管是我们的基本面怎么样 这个资金肯定是走得很快的 所以大家也是 我就时刻警惕的 因为这个通胀马上出来之后 这个数据还是不会骗人 但是刚才有人说 这个怕这个美国去错判 我觉得概率也不高 因为我之前看到 其实油价已经连跌了一段时间 其实最近包括这个欧贝克 来的一个表态 包括我们最近就是昨天 美国不是有这个反通账法案 就是要提高这股新能源 包括这个葛在生能源的 一个利用和投资 所以它其实要减少对这种传统的 化成能源的依赖 可能未来呢 我觉得大家对石油价格的一个预期 不会提的特别高 这种情况下 其实这个通胀 因为你看它主要是二手车 二手这个房 包括这个正常这个粮食价格 包括这个石油价格 这个能源价格 其实你会看到 如果这个能源价格跌下来之后呢 包括现在它的这个房价 也在调整 所以我觉得它的CPI 确实有可能 还是会这个有一个处顶的趋势 上个月 现在其实应该学习加压 我还要走 所以我目前对它的这个政策 我还是相对没有那么紧张 好的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今天这个港股大盘的一个走势 早盘低开过百点 其后震荡的一个下挫 午后呢 跌幅有所扩大 再次是跌穿了两万点 那港股上周呢 是多次跌穿了两万点大关 您觉得这个未来 再次下挫的这个机会大不大呢 有这个机会的 我觉得整个8月份 都是一个动荡 非常这个没有信心的一个格局 大家看 其实A股之前还是走得蛮强的 但是自从7月底 我们看到 尤其是这个大盘上周50 连续走的9天这种阴线 其实你看得出来 市场情绪非常悲观 那8月头呢 又加上这个 就是台海局势的一个升温 尤其今天啊 今天已经8月8号了 之前8月4号开始这个 做这个军演之后呢 说是维系三天四天 然后今天已经延期到8号 有朋友不知道 就真的会不会变成 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情况 其实这种肯定是对我们 目前的一个国际形势 是一个相对来讲 关于疫情比较负面的消息 第一是这个 因为看到很多城市 其实都是旅游胜地 都发生了这种疫情的一个状况 尤其是三亚 已经开始静态管理 我们叫动态清零 但是三亚就是整个海南 现在是静态管理 是非常 我觉得是非常打击 我们目前投资人的一个信心的 大家之前对这种线下场景的恢复 不公布产 希望太高了 所以你看今天基本上 我觉得所有可选都在地 我觉得港股 其实也很难独善其身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A股 我们还是限制在这个疫情底下 A股很难走出一个比较好的走势 也是限制了港股这边的 一个大盘的走势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我们看一下这个上海方面 交易所是公布了 这个今年内地新股集资额 是领先了全球的 首八个月的新股集资额 是高达578亿美金 暗年是增加了44% 显著是抛离美国和香港这一边 那美国至今累计 集资额呢 只有这个190亿美金 大跌超过九成 而香港这一边呢 更是只有这个49亿美元 较去跌同期也是缩水了 大概有85% 那香港市场的这个IPO 市道确实是很差 但是随着这个中概股 退市的时间表越来越近 中概股很有可能是选择来港 作为主要上市 那港股为了IPO集资的这个活动 会不会变得活跃一点呢 还是是要等这个大市气氛改善了之后 才有一个转机呢 我觉得可能要等一等 因为大家看一下 目前我们就是中港 尤其是这个中概股 选择在港股上市 基本上处在了6-7%的这个企业 其实都已经完成了这种 不管是你这种双重上市 还是这种介绍上市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 尤其笼统也就上来 剩下的可能都是二三线这种各顾 所以接下来我们 即便是这些公司选择回港上市 我们觉得规模相对来讲 都是比较小的 对整个这个气氛的影响 也是比较弱的 那其次呢 其实最关注的还是 整个这个交易的情绪 虽然A股这个 你看这个IPO量很多啊 但很多它其实是 我们觉得是无效的 对吧 就是说这种 有一些公司 它其实规模弄起来 或者这个交易 尤其我们不是有一个 这个北京的这种 有一个新的版吗 所以相对来讲 就是这种上市呢 它不是完全的一种 相对市场化的一种 一种这个交易的模式啊 所以我们也不太去 去看这样一个标准 最重要还是要关注 每天我们这个交易量 其实港股呢 看到交易量 一直没有特别大的提升呢 A股相对来讲比较高呢 但是你会看到 新股这个融资 这个规模都变得很小 你发现没有新的基金 你过去几个礼拜 每个星期的 周度基金就几个亿 如果你比较 比如说几个月以前 我们那个时候 每个礼拜的这个 周度的这个新增的 新增的基金啊 都是上百亿的 我看到现在我们 现在整个市场 是缺心基金的 然后现在基金的 整个这个成长比例 又很高 88点几啊 就是没有额外的 资金进来 大家都是在原来的盘子里 做交易 没有增量资金的话 我们整个这个 这个市场望上冲劲 这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港股其实也一样 你没有新增资金过来 都是很难的 我觉得整个八九月份呢 我觉得最大的变数 利好方面啊 如果真的是 第一是我们防疫政策 能够发生微调 第二呢 就是大家对于 目前一个房地产政策 能够发生变化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给市场 会带来冲劲的 其他的这些 政策上的这个变动 我觉得对目前的情绪 影响都是比较细微的 所以整个八月份 我相对来讲 还是谨慎一些 我们谭刚才提到 这个新股交易额呢 在香港这边呢 是急需的一个下降 再加上这个低成交啊 也是非常影响 这个388港交所的 那港交所呢 将在下个礼拜三 是公布这个业绩 季前呢 就被大行高盛了 降了目标价 高盛就预计 受港股交投萎缩的影响 港交所第二季度 美股盈利 按年要跌一成八 按季也要跌一成半 但是预期呢 第三季度的业绩 会受到成交 进一步的缩减所打击 将今年到2025年的 美股盈利预测 调低了3%到5% 目标价相应是从 475元降至了451元 暂时就维持一个 买入的目标平均 那么想问一下 这个杨总对于 港交所这支股份 388未来走碎的 一个看法了 我们短期内 肯定还是不看好的 因为388大家看得出来 其实它就是整个 我们这个恒生指数 它的一个相当于ETF 就是它的一个信心指数 看了目前对于指数 一个压力还是非常大的 就像我们刚才讲 就是外围其实还是有一些 比如说很敏感的 一些政治因素的一些困扰 对内的我们看到 其实我们经济复苏压力 空前巨大 不仅仅是我们本身 经济周期的影响 还有一些 我们现在政府 有意而为的一些 政策的变化 比如针对房地产 比如说整个 对于疫情的一个控制 我们觉得其实 经济不看好的话 其实资金是不会进来的 那如果第一是 上市其实很少 第二呢 它就是两块业 我们一个是上市 一个IPO 一个是日常 大家的交易佣金 大家不愿意交易 它收入其实肯定还是少 所以我觉得高盛对它的预判 目标价 我觉得给的 还是非常慷慨的 我觉得目前来讲 去到那个点位 还是难度很高的 对吧 就是目前 我觉得港股 没有看到一个 利好的因素 就是有资金会 愿意进来 大家这个 期待这个改定 肯定是要在国内 政策发生变化的时候 我们才能重新 会有一些北水进来 带动一些新的资金 能够撬动 整个市场的一个空间 所以可能就是要等这个 新股IPO的市道 回暖之后 还有这个成交量 是配合之后 才可以这个部署 这个388港交所了 好 我们这一节 先跟杨总聊到 这广告过后 未来我们再聊